大帝真的是我在瑞士 然後我就聽我媽講說 他們那一天在我們樓下的鄰居家聊天 然後那個鄰居其實很早就睡覺 就是他通常大概八九點就睡覺的那一天 那那一天我爸去樓下跟他們聊天 因為聊天所以那天那個主人就很晚睡覺 然後大帝真的 結果他跑回房間看 我跟你講真的還好那天我爸有去找他聊天 要不然他早就躺在床上 他上面有水晶燈 他進去看的時候水晶燈也是 全部他在中間 天啊 那你爸救了他 還好他有去聊天耶 他有這個命 有夠恐怖的 這個床上面還是不要放任何東西 真的 所以我們需要這個東西 那個是什麼 這個東西好東西 你看喔 他就是你 比如說睡覺也可以用 防撞是不是 對 防撞 靠也靠腰可以 然後 好可愛 安全帽我的意思 這尾衣好需要 這哪有用吧 有啦 其實還是有一點啦 那你重的東西砸下來的時候 你可能是脖子折到 可是你頭不會 頭不會 就不會破裂這樣子 保護腦筋 保護小朋友啦 那你今天就一整集這樣帶 真的嗎 好可愛 這很可愛耶 對啊 一點點荒謬而已啦 其實我覺得滿安全的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們 還有避難時會帶一些什麼東西 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灣最高紀錄 一年內有七個颱風 是在2001年 那根據中央氣象局的資料顯示 其實台灣每一年 平均都會發生 兩千兩百次以上的地震 所以其實可以說就是 我們台灣人每天都在接受 這個大自然帶給我們的挑戰 那我們今天也透過 我們今天就來看這場觀眾粉絲團 還有不花錢首輝團 也整理出來了 就是網友們覺得 避難包最必備的是什麼呢 我們總共有五個物品 其實剛剛大家都有聊到 像是指南針 還有收音機 然後排行第三的是口哨 網友很可愛 網友說因為他看了鐵達尼號 乘船的時候 Rose就吹著口哨要救命 所以他就立刻去買了一個口哨 放在包包裡面隨身可以攜帶 如果真的有萬一的時候 可以派上用場 然後再來第二名就是 保暖必備的鋁箔睡袋 第一名就是要有一把小刀 可以防身或是可以開路等等 那網友的經驗是說 因為有一次他的小孩 就是玩毛線 然後把自己捆住了 那還好這名網友 他有隨身攜帶一把剪刀 就趕快把毛線都剪掉 這樣他小孩才沒事 所以有了這個經驗之後 避難包裡面就要放一把小刀 真的耶 接下來請尼娜老師來幫我們預言一下 末日來臨是你能投過一節嗎 是的 在末日來臨的時候 你的危機反應指數是怎麼樣呢 現在有四個圖案 就請大家平直覺選出 你最想要選的哪一個 圖案非常的符合 顏色不一樣而已 顏色不太一樣 2 2 4 4 2 2 4 3沒人選 1也沒人選 對啊 先看3 好 那我們看 選3的危機反應指數是70% 如果電視機前面的朋友呢 你是選3的話呢 表示你平常是先慌後聞 也就是如果你平常覺得很緊張很緊張 你碰到事情的時候 你一開始可能會很緊張 但是其實通常這種人呢 最後他都會穩定下來 然後看一下周遭到底發生什麼樣子的狀況 然後再去做反應 所以其實他的危機反應指數是70%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是選1的朋友 我們選1的朋友 他的危機反應指數是99% 對 所以遇到事情的時候 他都會非常非常的穩定 是臨危不亂的 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出來 我們今天在攝影棚裡面所有的嘉賓 都沒有人的反應指數 超高 大家有發現這件事情嗎 狂動 所以就要時時戒備 然後而且還有很樂天 但是也要小心的人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先從選4 然後我們選4的人呢 蠻多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4的人呢 他的危機反應指數是50% 那這種人是怎麼樣呢 他是人云亦云 什麼叫人云亦云 就像剛剛我們的蘇宇 他是不是就有提到說 他在危機處理發生的時候 他絕對不可以一個人 為什麼 他一定會聽 他旁邊的那個人的話 所以這個時候 你旁邊的人都很重要 如果你旁邊的人 是那種很慌的人 你就會跟著他非常地明白 對 所以你旁邊 最好隨時都要擺著 你看就要看一下說 你的老公是不是屬於穩定型的 因為如果你老公不是穩定型 你可能跟著他的話 那你就糟糕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選2的人 我們這邊剛剛蠻多人的 有 唯一跟細節 好 我們選2的人 他的危機反應指數 Sorry 只有10% 他根本沒神經 其實你可以看到 剛剛我們的這個 他是不是就是 人家地震他還在洗碗 他完全沒有任何危機反應的指數 但其實基本上 選2的人通常會遇到危機的時候 他是會通常會情慌失措 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所以確實要實時戒備 對你來講會是比較好的 好的 謝謝你老師 真的 不過剛剛講到那個避難包 其實平常就是要準備好 對 對 拎著就可以走了 萬一碰到什麼 對 但大家知道 災難即將來襲的時候 那種消息 饑荒 旱災 還有那種戰爭 第一個反應會是什麼 我們來問一下細節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幫大家整理的前三名 那第三名就是要把現金換黃金 因為網友說其實 萬一真的世界末日的話 紙鈔就是廢紙 但是黃金不分國界 所以應該是都可以使用的 真的 好 再來第二名是一定要先儲水 因為人類就是可以17天不進食 但是如果48小時沒有喝水的話 他就可能會死亡 所以水真的是滿重要的 然後最後第一名就是要買滿3年份的罐頭 有一個網友說 就是有一次停電 他就在櫃子裡面找到自己10年前買的滷肉罐頭 但是因為停電這也沒東西吃 他想說好吧 那怎麼辦 肚子餓 他就真的把它打開吃 一聞到那個香味 哇塞 不得了 立刻刻光光 所以事實證明了罐頭可以放10年以上 哇 大家趕快去買罐頭吧 真的耶 最近也不是有停水停電的 大家也都會覺得 哇塞 真的是生活中間造成超大的困擾 是真的 吃 尤其吃也變成很大的問題 大家就開始囤泡麵罐頭對不對 但是其實罐頭跟泡麵之外 好像其實也有其他選擇 對 有 因為像是你的泡麵 你還是要用熱水煮 對 那熱水如果沒有瓦斯的話 那你不就又是GG了 對 所以像是我有準備一個東西 你有什麼法寶 你有什麼 你厲害 這個東西看起來就像是麵一樣 但它其實是蒟蒻 所以它熱量非常的低 而且重點是 它打開就可以吃了 它不用做任何的烹調 那它也不用冰 不用 它是常溫的 那這個醬是什麼 這個是椒麻醬 對 我們可以打開 可以 你要吃 試試看 你要客 感覺上就有點那種米粉湯的 對 然後它其實微卡 它是微卡 是減肥的 減肥的 低熱量 逃難了還要低熱量 它很像米線的味道 對 我也說到重點 最近肚子不舒服 它是椒麻嗎 我覺得它很像 維莉雜醬麵的那個醬的味道 對 有一點點 它有點 很噁心 你吃不吃 很噁心 很噁心 真的假的 真的嗎 我試試看 不是你帶來了 你自己在那邊吃吃看 我上次吃覺得沒有塑膠味 你給維莉吃看看 還是你也習慣了 對啊 剛剛汙水都喝了 對 好像真的放得有點久 味道變了 然後我前面才這樣講 維莉妳會不會太... 你吃... 其實光聞就有一種 快聞起味道 我知道可能這一包 太小口了 維莉 我一直帶出門 帶來帶去的 所以它的味道有點變了 是不是怪了 我覺得水還比較好喝 那你配一點水 你配一點水 喂 這個水喝起來甜甜的 你們要吃那個嗎 這比較好喝 你另外那個飯也比較好吃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也很方便 像是我們常常就是爬山 然後也是到很高的地方 那也是要帶一些那種 烹煮的就麻煩 不方便帶 那這個東西是只要加熱水 它就可以變成很像是一碗飯 好吃 這看起來比較好吃 然後我已經幫你們就是 加了熱水以後 它原本從乾涼的狀態 然後就變得像是一碗飯 像太空包一樣那種概念 對 這個韓國好像也滿多的 日本 韓國都很多 我好緊張 我筷子上面還有剛剛的那個味道 我這邊有新的筷子 來 來 住個口 先不要 住個口 好吃 因為你剛剛吃的那個 你先吃 比較起來 對 它一定要熱水嗎 它一般水可以吧 一般水也是可以 但是你不覺得 這個吃熱熱的會比較好吃嗎 當然 但因為你如果沒有熱水的情況下 對 有一點那個三寶飯的感覺 炸燒飯那種 炸燒 炸燒油雞 炸燒肉 對 就可以就可以 過關 好的 謝謝 對 隨身攜帶一包這個 很方便 我需要洗澡 我真的需要 你們很慌張 你們沒有喝 它其實真的不錯喝 這樣贏了 等一下整碗帶回家 沒有 這不用買 我自己也是 我很重吃 所以我們家就有一間 是專門放滿各式各樣食物的 一個儲藏間 真的這就是我們的儲藏 這是其中一個角落 還有另外一張 全部都是還有那個露營冰箱 裡面也滿滿的食物 不會耶 因為其實都是乾糧 我們平常就是要去消滅它一點 然後再補上沒過期的這樣 一直這樣 但是永遠就是有這麼多 這邊的食物可以讓我們就是 就不能缺貨就對了 不能缺貨 新聞說颱風要來了 那我就跟老公講說 颱風要來了 趕快補貨 然後大家衝進去 就是你會看到冰箱 全部那個菜跟肉 全部都被掃空 但我衝進去 絕對不是往那邊跑 我會往別的方向跑 拿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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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為了幫我們家的那個倉庫補貨 停電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可怕的是 就因為停電的時候 我們家是禁止開冰箱的 因為如果你停電的時候 去開冰箱 那那個後續很麻煩 因為東西全部都會融化 會這樣 對 然後就是 最後那個冰箱下面 都會積成水 很可怕 所以我就禁止我們家小孩 開冰箱 然後每一次只要就是 停電的時候 我就會跟我小孩講說 現在不開冰箱 臨時區 請你們自由享用 然後我們家小朋友就 好開心喔 狂吃Buffet 真的是Buffet 就是想吃什麼吃什麼 對 然後 我也準備了一些 就是可以 就是給小朋友吃得開心 然後又可以在就是 無時無刻都可以吃的 就像 來 上菜 上菜 這個很厲害 你看 甜點 這個是 麻糬 甜點 把它打開以後 你完全不用任何東西 你也不用準備水 它裡面就是一包液體 然後另外一包是粉狀 然後就把它倒在一起 然後拉一拉 然後它就會自己固定以後 就變成麻糬了 就變成麻糬了 可以吃吃看 而且重點是 小朋友還可以享受 就是在那個做的過程 妳要不要 好 來 好吃吧 不錯吃 甜的嗎 甜的 還有紅豆 對 其實日本很多像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這好好玩喔 對 我也可以吃吃看 因為我 你想幹掉對不對 想要跟那個蒟蒻比起來 剛剛那個塑膠味還在我嘴巴 來 你看蒟蒻真的好恐怖喔 你嘴巴也滿大的 是人的蒟蒻 什麼 說什麼 哪一個好 蒟蒻好還是這個好 我機率要 我機率要 這個沒什麼好吃 對 你本身什麼都吃了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這個好吃 有天摘的時候 別人家的小朋友都在害怕 那個小車剛剛吃了一半 你把它吃掉 好吃 我哪知道你都不說 你會懷孕了 我跟你講 你不拿完整版的對不對 對啊 你不拿完 他離我比較近啊 那你再補一個完整版 你看他寄予你多久 好吃喔